大家好 我是Andy 我目前住在台北 Andy 目前你從事什麼樣性質的工作 我目前從事的是全政投資的一個工作 他是一個以小博大透過高槓桿倍率的一個投資方式 那能否談談你為什麼那麼喜歡你目前的工作呢 目前的工作因為說 他透過有效的投資方式你可以產生高倍率的報酬 那透過倍率的報酬變成說讓我可以淨有產生被動收入 那有了被動收入就等於說我有了時間自由 所以我很喜歡我目前現在的工作 那你覺得你的工作可以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幫助呢 我工作可以幫助一些有心希望在年輕的時候產生第一桶金的一些年輕人 讓他透過全政的投資快速累積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然後進而完成他們自己本身的夢想 Sandy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年輕人 而且他現在從事工作是金融產業 然後他做的是全政 其實還真的我是第一次聽到有人做全政這個工作 因為大部分都是期貨 不然就是股票證券之類的 那他也不是說希望你拿錢出來投資 他是要教你一個概念這樣 然後他也說他在這麼年紀這麼輕的時候就達到財務自由 那我相信是我們很多年輕人可以學習和效法 我覺得Andy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他懂得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這個道理 他選擇了一個非常對他來說非常對他未來一輩子都影響盛大 但是是往好的方向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選擇 他選擇對了我也要向他學習 同樣身為工程師 雖然我沒有那麼悲哀 那我身邊很多工程師都是包幹一組 其實我也算是包幹一組 只是說因為我是興趣的 然後我時間上比較自由可以調配 對那他之前是工程師嘛 他也提到他在組客的時候 根本就是累垮了 那很高興他能夠跨過那道門 就是很多工程師他就算是包幹 可是他是跨不到跨不出那道門 就是還是想留在那邊領死薪水 那他能夠跨出他心裡那道門 放棄這固定的一個收入 出來創造那個自由的被動收入 我覺得這點可以讓大家說出來 你是一位成功有紀律的權證專家 Andy這個人真的不得了 他能夠在權證能夠成為一個佼佼者 能夠替自己賺來一輩子的財富 也讓他財富自由 讓他實現也成為自由 Andy他是做權證的 那這個是一個在我的生命過程中 是沒有不太有機會接觸的 所以我覺得他很棒的地方 是他有一個很強壯 就是很強而有力的那個勇敢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在理財這個部分 有一個很有投資策略的一個決策的心情 才有辦法去做這部分這樣的一個工作 奶爸你覺得Andy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Andy喔 Andy就是你嘛 Andy很厲害就是 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現在已經可以退休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早期就開始從事這個 權證的這個 股市的權證的交易 那也因為他專研的很深啊 所以對那個權證的心得 比一般算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所以他以小博大的這種 權證操作方式 能夠讓他的財富累積相當的快速 那當然這不只是一種技術 這還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成熟度 因為有很多人在股市裡面翻了船啊 那賺不到錢啊 或者是賺了大錢又賠了大錢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心理藝術非常重要 所以他三十幾歲的年紀 能夠在權證裡面有很好的成績 我覺得他是因為有一個非常成熟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他很令人緊密 所以他很認真 他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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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